近日,郑州机场国际货运空港大通道进入快速提速期 4月29日上午,郑州机场停机坪一派繁忙景象 三架波音747全货飞机,两架客改货飞机,三架快递包邮飞机 正在有序进行货物装载 数小时内,多架货运航班频繁在郑州机场起降 郑州机场今天预计航班量是50架4 在凌晨4点多的时候,我们密集落地了差不多有9架全货机航班 在7点15的时候,一架客改货的飞机就是俄罗斯的爱飞航空飞机刚刚起飞 长小涛介绍,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2020年2月份,郑州机场货运量快速下滑 3、4月份随着国内疫情好转和企业复工复产 还有全球疫情发展对防疫物资的需求 货运量呈现突飞式的增长 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呢 日保障这个,就平均的保障这个货机呢 一般是22架次,900多吨货 这一个月呢,我们基本上达到了每天至少是45架次 然后货运呢,保障量每天差不多达到1800吨 整个翻了一番 特别是在4月22号 我们就是保障了航班量达到了60架次 但是在开航以来呢,也进行了一个历史的一个突破 历史的一个新高 我们的货运量呢,截止到昨天呢 已经完成了13.8万吨的一个保障量 这个特别是国际和地区货量吧 是8.9万吨 疫情期间,国内外航司和货带纷纷新开增开直飞郑州的航班 郑州机场新增罗马尼亚、立陶宛、俄罗斯、美国等12家国际航空公司和考纳斯、维也纳、卢萨卡等10个国际通航点 据统计,自2020年2月底至4月中旬 郑州机场累计执行客改货航班27班 运输货量567吨 货源主要为口罩、防护服等医疗防疫物资 将国际急需的大量防疫物资紧急空运到目的地 郑州机场的客机带货叫响了欧、美、亚、非大洲多个国际通航城市 海外疫情开始蔓延的时候,我们得到了海外的通知 让我们在国内进行采购,包括整个的货物运输到欧洲各个点 每天大概工作都在16个小时到18个小时左右 压力非常大,也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各地对物资的需求、对运输的需求非常大 我们这一块也是全力地再去配合各个我们的采购方和供用商 来去安排他们货物尽快出去 机场入外库、进内库,包括海关、安检、报关这一块的话 我们现在时间都是在28小时内要全部完成的 然后货物就要上飞机了 各地的货物到郑州到起飞然后到海外的话 不会超过72小时,都要全部完成 所以说现在郑州机场的话对这一块的话保障也是放在第一位的 据了解,自疫情以来 郑州机场国际航空物流大通道的作用日益凸显 进出港的货品种类繁多 不但有急需的防疫物资 还有国内外急需的日用消费品 同时还空运了国际航空产业链上急需的工业平等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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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